一定要現在 好 請莊惠雄委員 主席 在場的各位同仁還有各位官員 我想我聆聽了國民黨的委員的一起話以後 有很多的一個感慨 就是因為我們要監督 任何的民主法治國家 最重要的一個前提就是國會保留 要按照憲法 那就全部按照憲法來 行政院或者行政部門 任何的一個重大事項 就是要受到國會的監督 按照我們憲法的一個設計 任何國家重大的一個事項 就是要國會保留 今天馬總統最讓人失望的地方就是 對人民的一個突襲 全台灣的人民大家都希望往前 那為什麼停滯不前 就是我們馬英九總統八年的一個執政 讓國家停滯不前 所以啊 總統這一次的馬席會 這很明顯就是對國人的一個突襲 他讓所有的台灣人民感到不安 馬總統真的是三年前就決定來向國會做一個說明報告了嗎 他是被踢爆以後 然後再做危機處理 等一下十點的 馬總統的國際記者會 他真的那麼心甘情願嗎 這是被民意給逼出來的 今天任何在國會殿堂裡面的要求行政部門到立法院來受監督來做報告 這個就是標準的憲政法制的一個設計啊 所以我們希望陸委會啊 趕快到 我們內政委員來做一個報告 我們這次所提的兵庚議程 我相信呢 和情又合理 何其卑微 國家的重要事項 這一次的馬席會 到底要談些什麼 程序上 到底是不是公開 是不是透明 其實路人皆知啊 就是一個黑箱 所以我們一直在很卑微的要求啊 我們內政委員會啊 來變更議程 要我們陸委會來到本會來做一個報告啊 其實可以化解人民的疑慮啊 我們也不相信我們馬英九總統啊 今天還要拍新嘛 說到參加一個馬席會以後 就真的把整個台灣要給他賣給中國了 本會不相信 我們希望來聆聽 看這一次的馬席會有什麼樣的亮點 我看到媒體的報導了 說要搞不好習近平會同意來撤飛彈啊 那不是國人要 同感振奮的一件事情嗎 那來報告一下嘛 到底是要撤兩百顆 還是要撤五百顆 還是全部都要撤了 這個大力多提前讓國人知道一下 又有何不可能 所以任何本會的一些委員的一個發言啊 我相信了 大家都出自於 為人民來做一個把關 對行政部門的一個監督啊 所以這一次的馬席會 為什麼人民會感到不安 第一 突襲 馬政府習慣了 動不動就在半夜裡面 突襲老百姓 你常常要搞這種突襲老百姓的一個把戲 那當然你就必須要來向國人來說清楚 第二疑慮 為什麼國人感到疑慮 長期以來 馬總統 那個一中的情節啊 龍的真的是龍的化不開 所以借這個機會啊 讓我們 陸委會 來我們內政委員會做一個說明 我們也來跟他做一個提醒 既然要跟馬總統一起成行 搞不好馬英九總統要暴衝的時候 我們夏主委可以在旁邊啊 拉拉他的衣角說 不要這樣穿去 所以啊 逃得了和尚啊 跑不了妙啊 沒有任何的行政部門 可以置外於國會的一個監督啊 與其 現在一直在做體制外的危機處理 記者會一場一場的開 然後兩個 其他的政黨 每一個人用不同的 記者會的方式啊 在那邊做演繹 做說明啊 何不光明正大 走進國會啊 甚至於我們也知道啊 陸委會 也不排斥到 內政委員會來做專案報告啊 那國民黨在怕什麼 國民黨在擋什麼 如果是那麼光明正大 應該到國會來訴諸國人 說清楚 講明白 我相信這個才會得到 國人一致的一個認同 就因為馬習慧是國人關注的事情 他攸關著 台灣未來的一個走向 他有可能大步要賣錢 但他也有可能被鎖住一中的框架裡面 我們很難去想像 如果說 馬習慧 兩個領導人在一起會談的時候 面子上是給足了 當習近平講說就是一中 我們很難想像馬英九總統會跟他講說 沒有啦 要要各表了 所以這些疑慮沒有辦法來澄清啊 那這個怎麼安排的 為什麼我們 幾天前 在省整個陸委會跟海基會的預算裡面 這樣的攸關國家重大事項 卻沒有來向國會來做誠實報告 這個違背了 國會保留啊 這個違背了 任何國家重大事項 都要受到國會的監督的一個原則啊 所以啊 我請我們主席啊 我們這邊呢 在今天呢 可以趕快啊 來做一個決定啊 讓我們陸委會啊 到本會來 做一個啊 清清楚楚的一個報告 向國人啊 來示疑啊 我相信啊 這個余力不早日澄清啊 到禮拜六啊 這個馬習慧啊 兩個人 見了面以後 回到國 回到國內來 就算馬總統再怎麼解釋啊 國人那一塊心裡頭的疑問 那我相信那會大事的 大家還是 放不下心來啊 謝謝 謝謝 請李俊爺委員 主席各位先進 我們現在進行的是程序發言 所以姑且不論馬習慧到底有沒有 我們要不要